这个就是拿出来看 那第一个当然因为我的档案 是放在一个绝对路径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是绝对路径的话 我是放在我们的下载里面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我把这个档 抠到我的专案下方 那就可以用 就是相对位置 相对路径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如我不抠过去 我直接开启的话 那第一个当然我要先知道 它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它在C叠里面的users 里面的那个type download 我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所以习惯点这边一下 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一个路径 有没有 这个是它的哪一个磁碟的 哪一个就是目录里面 后面一个斜线就跟目录 再把它的档名 记得档名是完整的 包含什么呢 档名跟副档名 所以记得 你就这边点一下 点一下 然后记得 连副档名都要过去 把它放过来 另外的话 记得 你这样做完之后 在这个路径前面 加一个小R 表示 它是一个绝对路径 绝对路径 就是说 在你这一台电脑里面的 这个路径里面 可以找到这个档案 这个绝对位置 仅限于你自己电脑 你不要到时候程式给别人 别人那边没有 那就会开不起档案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 那所谓的相对路径的话 就是说 那我担心说 我将来如果换个环境 将来找不到的话 那你有一个方法 前面我有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档案 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 直接到Source这边 把它按右键 把它贴上 贴上的意思是说 可以把那个档案 直接放过来 或者是另外一招 我的习惯是因为 Eclipse的资源拖拉放 这样放开也可以 它可以拖拉过来 然后他问你要不要Copy 把它OK Core过来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是用相对路径的话 你这个小R就可以不需要 然后你接下来 这个路径也不需要 因为你已经是放在旁边的 你只要告诉说 我这个档案 的名称就可以了 因为在旁边 这两种方法 那你当然自己选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理论上比较常用 绝对路径好像 因为你不要Core来Core去的话 那你设一个绝对路径 那两种方法可能就都要清楚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的方法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什么 先用F里面的relign 然后再把它一行一行读取 你这边S可以过来 OK 不过你会想说多一个步骤 如果说你要简洁的话 你就是可以 这个不要 直接这边可以把它改成F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两种方法都OK 不过这种方法有个缺点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避开 因为像我刚刚讲过 我们这个档案里面的会员第一笔有没有 它是栏位名字叫B开 那B开的话这种写法就是叫For each For each就是说每一笔都读了 那如果说你必要避开的话 你就不能用For each 你就是要For i in range Range的话你从预设是0 你可以跳开你从1开始 这跟他没印象吧 OK 如果没印象回去请各位 参照前面的影片 前面的影片其实也有讲得很清楚 如果要避开的话 那请你用这种方法 就是Read line 然后这边的话呢 你就不要用For each了 你就是本来是用这样For each line 每一行都帮我读进来 那我们可能要改成什么 如果要避开第一行的话 那你就用什么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这个Range OK 然后呢把它怎么样 告诉他说你从第一笔开始读就好了 你不要从预设从第0嘛 你从第一笔 实际上那个1指的就是第二笔啦 因为编号从0开始嘛 到哪里呢 到最后一笔 那最后一笔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Line 我们可以用总长度 然后呢 它总共S里面有几个 然后去帮我判断 OK 那帮我读取 后面加一个冒号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读到最后一个 然后把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是在S里面去抓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用S 抓到第几个的话就中刮 然后呢第I一个 里面的话帮我Splitter Splitter 之后的话呢 放在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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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的话呢 它就会避开什么 避开那个 第一个栏位名称 那我们之前好像只有输出什么 输出那个就是 姓名跟手机 所以这边的话是List 里面的第二栏 就姓名 跟最后一栏 第五栏 所以输出的话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输出的话 它就会什么 栏位名称就不会出现 OK 栏位名称就不出现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能够把其他栏位也显示的话 当然一样 就是这个 把这边串0 然后中间要不要串个逗点就累了 把这边串个逗点 然后这个编号就出来 反正就是0123都让它显示好了 那当然你目前已经 假设都已经显示完之后 0再来就是1 2中间把它串一个 这边改成2 0 1 2 然后3 这边的话呢再串一个 这边的话就3 OK 那全部都帮我把它显示 所以这个里面放的是编号 然后这边是姓名 这边是雪行还是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好像好几个看一样 这边 对生日雪行 手机 OK 那如果说我要全部把它print 因为最后这个我replace n 是因为它这个最后面有个换行 我要把它过滤掉 OK 这之前也有讲过 你可以把它replace这个换行符号 变成没有东西 OK那这样的话我把它print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全部 哎 输出了 OK 第1号 这些 1 2 3 中间其实就串一个斗点 但是目前仅限于画面上显示 那如果说我希望它能够永远储存起来的话 后面就需要怎么样 再帮我把它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你接下来你要怎么样把它塞到资料库呢 你可能要再回头看科学01的insert这个 有没有 那当然步骤啊 其实就是把刚刚的file read的这个动作有没有 把这一段程式哦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中间 一样要先建资料库 一样要建一个资料表 然后读之后的话 在这边跑回圈 然后呢insert 一直insert 目前我们上礼拜就insert一笔 那底下的话就是配合那个读取 一边读取一边insert 一边读取一边insert 不过难度看得出来 应该已经超过了蛮多的 不过我会给各位参考 你也许将来如果暂时还不是那么的熟练 没有关系啦 你就是至少先掌握那个需要做的动作 然后程式云端上也有 那你至少要知道在做什么就对了 那再来如果你要很纯熟 回去一定要多多练习 大概没有别的诀窍 像这种东西要能够纯熟 一定就是花时间 你不花时间 这个东西要能够真的用 用在工作上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像在学生时代这样 其实说真的练那些东西 还要到应用阶段 其实还有很长一段都要走 但是如果你没有从基础打好 然后你要一下跳到应用阶段 恐怕这个有点跳太远了 所以其实我们这些都是按部就班的 全部把它拼做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 先把那个 刚刚的那个file read这部分 我其实只是怎么样 把之前的做个复习一下 有没有open 然后用那个 因为我要避开第一笔 所以把for each有没有 改成for range 用range的方式 那不要从地零比 因为预设从零嘛 如果从零的话 你会发现它应该 会产生第一笔就是蓝位名称 那主要呢 我会用这种方式写 就是要避开 ok 所以另外你要搞懂那个for回圈 而且for回圈是回圈里面 我是觉得最重要的 因为用来用去 我觉得比例上来看 for回圈用的会比file回圈更多吧 file大部分我发现都是file1 冒号就跑了无穷回圈嘛 里面就是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发生就是break跳出来 可是for回圈用的比较多 它跟那个资料 第几笔 第几笔 还有第几栏 都很有关系嘛 那你要印射到资料库里面 也会要跑一个for回圈 因为呢 大部分像以色尔一定会有一个范围嘛 那范围一定是第几列到第几列 第几栏到第几栏 其实也是for回圈的概念会比较恰当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for each 这个是for range 用range的方式去转移 两者之间的差异 我想你要很清楚 因为很多同学搞不清楚的话 以后你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意用 那就会是个问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来 写一下 第一个简单的有点复习一下 那个前面的档案读取 那待会的话呢 就是再跟上个礼拜的 insert into 把它做结合 然后呢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资料批次的写到资料库里面 不过呢 后面部分 要跟资料库结合 难度又向上提高非常非常的多了 因为做错的几率其实相当相当的高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档案开启的部分 多多列习 那其实 Python的这个 开档的部分 我是觉得已经是 所有城市里面 难度是 应该最简单的 城市也是最简 最精简的 我说已经精简 但是还是有一些难度 这肯怕还是要多多练习 因为 看似没什么 但是你要一次做对 真的就是要练过了 OK 你会写的 一下期败怎么 他弄一弄两下就OK了 但是你不熟练的人 看出来 你等一下这虽然没什么 但是呢 你自己要把档案开启 并且显示在下方 那就会是需要练习的 如果 你如果 还是不熟练 我建议 回去一定要多多找一些相关的案例 反正开档 关档 写档 这可能要多多练习 试一下